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莫华伦嫩期性感由泰国惨被凶袭十数秒 在遭上下棋手及大叫逃离现场 Race at RR一家四口豪宅庆祝结婚七周年 独立屋市值于一亿港元有三千尺大花园 独家李信尼 林一匡 廖子渝皆童年过已密室 为Sell配音动画笑谈温馨手足情 周年好声音二谢失验 44岁刘维皇增丽链接不足之处 向展鹏参赛大压力曾五度晕倒 周年好声音二陈倩停路相间伴波斯猫及妖艳 46岁麦素华于网斯瓦上阵震撼眼球 请大家收看 莫华伦嫩期性感由泰国惨被凶袭十数秒 在遭上下棋手及大叫逃离现场 新岛日报 新闻报道了著名南高一莫华伦 与妻子王冰冰在泰国旅行时遭遇骚扰的情况 王冰冰在动物园被长颈鹿文屯 还被心性凶袭 虽然她表示吓得大叫 但仍然乐在其中 这天报道还提及了他们的豪华婚礼 和平时的旅行照片 展示了他们的甜蜜和活力 这天报道呈现了 莫华伦和王冰冰的浪漫婚礼 和旅行照片 包括他们在意大利举行的梦幻婚礼 和在各地旅行的照片 王冰冰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自己的性感照片 两人也经常一起表演和旅行 报道还提到 他们在泰国旅行时遭遇的骚扰事件 虽然王冰冰被长颈鹿文屯和心性凶袭 但她似乎对此感到乐在其中 报道还展示了 王冰冰和莫华伦 在泰国旅行时的视频片段 他们参观了动物园并与动物互动 王冰冰被长颈鹿文景和心性凶袭 但她仍然保持笑容 并与动物玩耍 虽然她吓得大叫并逃离现场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对旅行的快乐和兴奋 这天报道展示了他们的旅行经历 和王冰冰的勇气和乐观态度 Race at RR一家四口豪宅庆祝结婚七周年 独立屋市值于一亿港元有三千尺大花园 新岛日报 黄婉佩Race是RR组合的成员 她于2016年嫁给了新加坡富商David Low 婚后生下了一对子女 近日 黄婉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家四口的照片 其中包括她两岁的儿子送给她的花束 照片中 黄婉佩一家人坐在豪华的客厅里 丈夫抱着儿子 黄婉佩则靠在丈夫身边 一脸幸福的表情 黄婉佩表示非常感恩能够嫁给她的丈夫 否则她就不会有这两个可爱的孩子 黄婉佩一家人的照片显示了他们豪华的居住环境 据说他们的豪宅位于新加坡 价值超过一亿港元 豪宅内设有家庭电影院 桌球台 酒吧和健身房等设施 客厅里有两张超长餐桌 还放置了一座三角琴 屋外有一个大花园 以及泳池和滑梯 孩子们有足够的空间玩耍 这个豪宅充满了奢华和便利 给黄婉佩一家提供了舒适和享受 黄婉佩的豪宅内部布置简洁而奢华 客厅和娱乐区域相连 其中一边是丈夫的私人影院 另一边是桌球室和酒吧区 豪宅还配备了室内升降机和楼梯 楼上是饭厅 放置了两张超长餐桌 黄婉佩的家中还有一个儿童房间 里面有各种玩具和游戏设施 屋外的花园和游泳池 让孩子们有足够的空间活动 黄婉佩的豪宅不仅令人羡慕 而且给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了一个舒适和幸福的生活环境 独家李信尼 林一匡 廖子鱼接童年过影秘史 为Sell配音动画笑谈温馨手足情 星岛日报 李信尼 Jin和林一匡 Phil第三度为动画魔法精灵配音 荆棘魔法精灵加半天团 还有深演出歌的廖子鱼Fish加入 电影以兄弟姊妹情做主题 戏如人生 Jin便或佳姐来港陪做访问 而Phil就好记得可以讲仪式的哥哥暖心举动 童年Fish就爱顿起家结款管教两个妹 三人讲起温馨家事就提论道 采访 杜杜 摄影 Stanley发型 At Indus 1030 At Artifilab Jin Kanty Law Phil Cedric Saint Fish 化妆 Chichili Jin Commancy Phil Indo Muck Fish 场地 红炭黄浦天地 Jin第三度生眼宝宝公主 最开心跟角色一起成长 恩之众有某机会帮曲配音 你觉得好圆满 角色每集都有梧桐 荆棘曲大的女童阿班太拖 下集可能讲曲结婚生仔 而第三次为阿班配音的 Phil就要热身 记得第一集要录几日 因为恩和格 重要重新录过头隔段 第二集已经恩师不录 到今次 因为格作几年 角色情绪又比较高涨 需要用半个钟热身 我平时比较温柔吗 哈哈 Jin 有佳姐陪做访问 首加入魔法的Fish 一毫紧张 因她只帮过自己演出配音 第一次生眼动画人物 加上担心带有马来西亚口音 知道 原来我戏作Jin佳姐 闲就眼泪 哈哈 我最终意成的配音过程 最后佩迪情绪凯生 可以随感觉闲爱 好好玩呀 生眼新角色花花的Fish 钟热这个精灵家族好友爱 群立生活好简单 就戏剪剪贴贴 钟热第一闪令令台也 众有唱歌 跳舞 又卯纷争 好钟热那个世界观 最重要世界和平 电影以手足情为主 三人好友共鸣 Jin 戏里戏外都有个佳姐 角色令她想起很多童年回忆 我佳姐都戏 QQ蜜 我蜜戏个都戏 钟热一起剪剪贴贴 Jin 两姊妹年纪相差大 所以关系一分几个阶段 细个曲放学反离第一时间 误我抱抱 到我上小学 曲读中学就有低干大 曲反叛期有自己圈子 到在大低时机20岁 又可欧斯反 一起满山 化妆 虽然近十年她来港发展 但无损姊妹情 每日都会传讯息 或者FaceTime 其实 Jin姐姐近日来港探望她 还陪她做访问 但因怕丑 不愿上镜 感激家人 撑来港追梦 Fail一跟角色一样 同样有哥哥 不单感情好 哥哥一是她的榜样 无论读书 作业 我超越恩道局 行刊恩文路线的Fail 原来戏格相当百艳 经常整烂哥哥凯玩具 哥哥成日笑我 无论玩具定谐 都容易烂过人 哈哈 年前她终于补偿哥哥 有个日本凯玩具 洗美国卖断式 曲线香港有的买 就问我可恩可以帮曲买 之后我无肯收取钱 我话戏补偿 我嫌多年整案你 滴也哈哈 两兄弟戏格可能会有争执 但长大后 Fail发觉 哥哥好惜曲 曲又不载 搬到温哥华读大学 知道我好中意某个歌手 买CD送币 我做圣诞礼物 格时言一言 可以将CD放入电脑 MP3 但曲都卯拆直 CD听住先 曲话知道 拆CD 哥哥动作好喜悦 所以刘反逼我 那个可以记忆是 Fish跟角色都是佳姐 戏格会跟角色一样 爱顿起佳姐款 想保护两个妹 办到好强势 画那条路恩行的 一定会撞板 就管多做 譬如 曲蜜卓山同卖言行 其实自己都做得恩好 Fish称 现在跟两个妹如朋友相处 恩戏一起住 比较少见 会好珍惜相处时间 彭买曲蜜都结作婚 好似得反我戏戏路你闲 三人都是离乡别井来港追梦 强调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Jane说 如果当初群力反对 都未必可以行到落去 Fail好认同 哥哥读到博士 跟住去做科学家 一切都好稳定 我先可以任性 如果我谢阿哥一定做恩道 所以我好幸运 Fish也好同意 恩戏一定要拉晒大队 我乌起就戏默默地支持 自己好蠢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家 先意识到最降后盾 无条件楷爱 无论我做得好恩好 群力都会席度 葛众感觉 并我好安心 周年好声音2 谢诗燕 44岁刘薇黄 曾力练接不足之处 向展鹏参赛 大压力 曾五度晕倒 星岛日报 TVB节目 周年好声音2 举行谢诗燕 参赛者黄建文和刘薇黄 都出席了活动 黄建文表示 为了能够专心参赛 他搬到了港岛区 并且透露 已经接下明年的工作 可以应付生活开支 刘薇黄则表示 参加比赛后 与其他参赛者成为朋友 互相提点 并且认为自己的心态和历练 都有所提升 他坦言 对比赛没信心 但不会计较名次 只会和自己比较 落选的参赛者 向展鹏则表示 比赛时压力很大 曾经想不退出 但最终还是被劝说继续参赛 他透露因为压力大 比赛时晕过五次 另外 向展鹏还分享了 肥妈教给他的减压方法 TVB节目 《中年好声音2》举行解试验 参赛者黄建文和刘薇黄 都出席了活动 黄建文表示 为了能够专心参赛 他搬到了港岛区 并且透露 已经接下明年的工作 可以应付生活开支 刘薇黄则表示 参加比赛后 与其他参赛者成为朋友 互相提点 并且认为自己的心态和历练 都有所提升 他坦言对比赛没信心 但不会计较名次 只会和自己比较 落选的参赛者 向展鹏则表示 比赛时压力很大 曾经想不退出 但最终还是被劝说继续参赛 他透露因为压力大 比赛时晕过五次 另外 向展鹏还分享了 肥妈教给他的减压方法 TVB节目中年好声音2 举行解试验 参赛者黄建文和刘薇黄 都出席了活动 黄建文表示 为了能够专心参赛 他搬到了港岛区 并且透露 已经接下明年的工作 可以应付生活开支 刘薇黄则表示 参加比赛后 与其他参赛者成为朋友 互相提点 并且认为自己的心态和历练 都有所提升 他坦言对比赛没信心 但不会计较名次 只会和自己比较 落选的参赛者 向展鹏则表示 比赛时压力很大 曾经想过退出 但最终还是被劝说继续参赛 他透露因为压力大 比赛时晕过五次 另外 向展鹏还分享了 肥妈教给他的减压方法 周年好声音2 陈倩停路 相间伴波斯猫及妖艳 46岁麦素华与网斯瓦 上阵震撼眼球 新岛日报 TVB歌唱节目中年好声音2 今晚播出的一集 来到念四强导师分组赛 评审团除肥妈 吴仲恒 张嘉天 和周国锋外 还有关心严暂替陈慧贤出任评审 24强选手将分成三组做赛 分别向上海歌后 梅艳芳和罗文致敬 三组选手将以个人独唱 或双人合唱形式 演绎六个系列的经典金曲 并分成上下半场进行对决 将会淘汰三人 最后由严米高以留给这世上 我最爱的人献给家人 获得全晚最高分 而尹辛杰则被淘汰 本回合为导师分组赛 24强选手将分成三组做赛 除了有围启山 彭加利林庄担任新级导师外 还有古亚威强势加盟 三位导师减帅时表现肉紧 争抢三大热门刘可 严米高和艾亚西 率先抢到刘可的彭加利说 越近坎人 里面越多也必人发掘 古亚威则减了严米高 我离了渡就细想要冠军 维启山则选了艾亚西 你跟住我一定细冠军 本回合主题是致敬传奇巨星 三组选手将以个人独唱 或双人合唱形式演绎六个系列的经典金曲 并分成上下半场进行对决 将会淘汰三人 上半场的致敬传奇巨星系列是 上海歌后梅艳芳和罗文 先有围启山组的尹新杰唱夜来乡 尹新杰得到81分 还获肥妈大赞 欣赏你跳舞之余 重可以唱歌 关心炎更说 好有吸引力 低男人味散发到呢 之后 彭加利组的简洁明唱 给我一个稳得77分 而古牙威组的 曾力施着上旗袍唱三年 大展女人味 成功获得87分 肥妈亦大赞她的低音 以前从未被发掘 林洛莹与王月合唱《亲密爱人》 朱博文与郑子浩合唱《冰山大祸》 陈燕娜与麦素华合唱《坏女孩》 林洛莹和王月琪琪 以粉蓝色鹿尖装上阵 现唱《亲密爱人》 两人声线和造型非常合衬 往往笑言 他们如Twins一样 张嘉天大赞 你们两个好亮声 Blind埋一齐 儿仔就离怀孕 好悦儿 肥妈点名赞王月 你进步好大 虽然林洛莹与王月获得大赞 但之后随即被大热正子号与朱博文的87分超前 陈燕娜与麦素华则以天使与魔鬼造型合唱坏女孩 46岁麦素华更着上鱼网丝袜出场 非常震撼 而陈燕娜则是纯白天使漏 背后的翅膀却是红色 不过最后只得78分 刘可在线心游 现唱《明日天涯》的她挑战歌剧式唱腔 大晒强劲震音 就如墨华轮上身 张嘉天笑言 你那只戏 Phantom of the Roman 罗文英文名 肥妈一大赞好正 可能会有人觉得 曲凯唱法 震音系古老作低 但曲江的首歌凯澎湃唱到初离 伍仲恒则持相反意见 你心里好想 跳出尼凯 Comfort Zone 舒适圈 如果你戏开演唱会 我会非常appreciate 欣赏 但那个戏一个比赛 我戏觉得好曹 很好意思 最后由严米高 以留给这世上 我最爱的人 献给家人 获得全晚最高分 而尹心杰则被淘汰 蔡易德行动不便 害女儿惨衰剑血 正没新二代身份曝光了 自由时报 台语歌手蔡易德的女儿蔡多多 在抱她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 导致膝盖受伤 蔡易德因为长期行动不便 需要旁人协助移动 这次却不慎害到女儿受伤 让她感到非常心疼 蔡多多也是一位歌手 与父亲经常同台演出 蔡易德晒出女儿受伤的照片后 粉丝和其他明星纷纷留言安慰 柯文哲高喊打倒财团 温朗东报吴欣盈惊人身家 自由时报 蓝白和破局后 柯文哲搭档吴欣盈选 他的身家被放大镜看待 政治评论员温朗东向柯文哲喊话 要他高喊打倒财团 温朗东公开点名 吴欣盈财产申报 揭露他拥有价值6.6亿元的英国房产 他指出 吴欣盈持有的房产面积为 1060平方公尺 换算价格为17277362英镑 此外 吴欣盈还拥有2008年的 Mini Cooper 633万的存款 4000万价值的股票 800万的蓝宝石 以缴978万的保单 14854平方公尺的新北供辽土地 以及1400万的债务 温朗东的爆料引起了广泛关注 外界对吴欣盈的财产进行了热议 蓝白和破局最大苦主 他爆料一人之狠省 自由时报 国民党籍立委参选人叶元之 挂上侯友宜和柯文哲联合看板后 被笑称为蓝白和破局最大苦主 叶元之计划用蓝漆盖住柯文哲的部分 并绘制赵少康的轮廓 不过 目前还没有最新进展 叶元之表示 是因为下雨暂停作业 节目主持人谢耀周 称赞叶元之狠省 指出这块看板已经成为选战焦点 还有网友将其设为地标 叶元之承诺 看板将挂到明年1月13日 62万网红身价上亿 经传驾车自撞亡 自由时报 中国知名网红马哥因车祸去世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悼念 马哥已经营二手豪车生意而闻名 拥有大量豪车 被外界估计身价上亿台币 他的朋友们纷纷发文悼念他的离世 并称他是一个仗义的人 乐于助人 马哥的合伙人表示 他的车祸是由于天气太冷 路面结冰导致轮胎打滑而失控撞上路数 这一消息引发了公众对马哥的安全驾驶和交通安全的关注 金马奖2023最年轻影后12岁林品彤超狂背景曝光 著名集团第四代后人 外婆气质爆棚 新岛日报 台湾第六十届金马奖在昨天举行 12岁的小演员林品彤凭借电影《小小》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林品彤的演技获得了导演李安的称赞 他表示林品彤是一位天才演员 此外 林品彤还被曝光是台湾养乐多创办人李团居家族的第四代后人 林品彤从小就在剧场演出 他的表演技巧令人惊叹 李安希望他能少拍电影多受教育 认为人生经验对于演戏很重要 红永诚两岁喃喃 Surface健身力大无穷 轻松推育健身球 一个举动证明想有人赔 新岛日报 红永诚与梁诺言的女儿Surface即将迎来两岁生日 而最近传闻梁诺言再次怀孕 这意味着Surface将成为佳节 红永诚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笑着说未宣布得住了 暗示即将有好消息 梁诺言一直热爱健身 产后仅五个月就恢复了窈窕身材 现在更练回了腹肌 他经常与红永诚一起跑步 并带着女儿一起训练 近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Surface推着6磅的健身球的视频 虽然年纪小 但Surface展现了出色的力量和笑容 看来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除了健身片段 梁诺言还上传了Surface和毛公仔对话的视频 他表现出对毛公仔的兴趣 并表示自己能听到他说话 有报道称梁诺言已怀孕超过两个月 如果这个传闻属实 那么Surface将迎来一个弟弟或妹妹 这样他就不再需要和毛公仔自言自语了 早前梁诺言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哥哥生下了儿子Surface容身为表姐 他还叮嘱女儿要好好照顾表弟 不要吃他的东西 现在轮到梁诺言传出喜讯 让人们对他们家庭的未来充满期待 总之 红永诚与梁诺言一家人的生活 非常幸福快乐 Surface即将迎来两岁生日 而且有传闻说他将成为家姐 梁诺言一直热爱健身 产后恢复得很好 现在甚至练回了腹肌 他经常和红永诚一起跑步 并且带着女儿一起锻炼 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充满活力 让人们期待着未来的喜讯 李安夸林挺彤有天才细胞 陈一涵幽默自求 自由时报 12岁的林挺彤 凭借电影《小小中》的角色 击败了陆小芬等人 成为金马六世最佳女主角 也是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影后 在庆功宴上 导演李安夸他是天才演员 并鼓励他先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林挺彤回应说自己很爱演戏 但现阶段还是以课业为主 之后想攻读心理学 他的外公曾和他分享过动症的相关知识 对他的演技有很大帮助 影片《小小》将于12月8日全台上映 陈沐逸嗨情奖 抱女儿丁主要忌口 自由时报 陈沐逸在金马奖上获得男配角奖 他在致辞中感谢了幕后工作人员 并且抱粗口的真性情发言 引起了热议 他表示 过去很少有人找他主演电影 常常只是客串角色 但他的中奖率却相当高 另外 与他擦肩而过的刘逸儿也表示 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并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 胡如红和他的艺人朋友们 和美敢梦敢闯 幸运摘星 自由时报 和美是一个勇敢的女孩 18岁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台北 追求自己的明星梦 他来自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 但他的父亲支持他的梦想 让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戏剧系 在大学期间 他参加了人气节目 大学生了末 因为他的喜感和活泼的个性 他成为了固定班底 也逐渐在演艺圈中斩目头角 他成为了通告艺人 主持各种综艺节目 还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 今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单曲 成为了一位唱跳歌手 他的梦想逐渐实现 他回到了家乡花莲举办演唱会 得到了曾经一起追星的同学们的支持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勇敢的选择 让他接近了梦想 也遇到了爱情 有了新的人生故事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坚持不懈 就一定能实现 吴康仁称帝露谢女友 邵宇薇缓家怕被叫到 自由时报 吴康仁昨出席电影复都青年庆宫宴 对于评审团主席李安大赞太棒了 台湾有你这样的演员 吴康仁坦言相当激动 表示 谢谢 我会继续努力 吴康仁得奖时连会计都谢了 唯独露了女友邵宇薇 他表示 后来在金马西别酒会上有爱的抱抱 措施难配角的马来西亚男星陈泽耀 在台下看到吴康仁夺奖哭惨了 吴康仁鼓励陈泽耀继续发展在台湾 导演王李林虽然与最佳新导演擦身而过 不过成功将吴康仁推上影帝大位 吴康仁表示 相信王李林会感受到自己最好的表演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